河水快要见底 露出一大片河川和沙洲 这里是位于泰国境内的湄公河段 每年夏天随着雨季到来 河川水位应该达到8公尺左右 今年却降到1.5公尺以下 靠着这条河维持生计的渔民 相当无奈 专家分析造成这种情况 除了干燥少雨的天气之外 上游各国修筑的水电大坝 都让位于下游的泰国 辽国 柬埔寨 越南的湄公河段陷入缺水危机 拥有11座水坝的中国大陆 是东南亚各国商讨的主要对象 中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都是就湄公河相关的合作 包括水文资料的共享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湄公河在越南出海口处的三角洲 土地肥沃 灌溉渠道密布 是重要的稻米种植地区 河水量严重下降 将大大影响稻米收成 以及当地居民的生计 大海新闻 张泰玲编译